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文435页,第二行开始,我们把经文写念几句, 我们从这里来引读,就是继续前面讲,观世音菩萨, 旧种种的灾难,前面有各种的火灾,水灾等等, 还有呢,那些遭受网呢,这个这个枷锁等等,这些这些难呢, 那么刚才念的是啊,第五种啊,遇到鬼,恶鬼的那个灾难, 那这种这个灾难呢,这个基颂第一句就说, 火与恶罗刹,罗刹是一种这个,那种毒害人的一个,一种恶,恶性恶状的啊, 那种是这个一类的,那个毒龙,这是一个出生,出生的这个一类的, 猪鬼,猪鬼,猪鬼是啊,不止一种,把一些的这个鬼啊, 这是这个害人的那些恶鬼,这些,有些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 可以见到的,有些人到后来是,见不到了,在这个,可以见到的啊, 比如说是这个,罗刹,罗刹是,对于说是一个众生的一种了, 最终的时候,那么在,在印度那个地方啊,那些,有一些好像没有,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偏远的地方,没有开花的那些人呢,就成为他是个罗刹, 开头叫那个,那些恶罗刹,恶罗刹害人的, 独龙呢,龙是,呃,在古时候,无论是印度是,我们国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后来看不到了,看不到是这个,无,无种的这种,有,因为这个时间呢,他又淘汰掉了, 比如说是,比如说是恐龙嘛,恐龙过去有啊,现在就看不到恐龙了,啊,那就是,这些动物啊,都,常常有, 因为长久时间呢,他慢慢的变化,就淘汰掉了,那么,独龙也是,也是如此, 读鬼,读鬼,读鬼是,不止一种,那种这个,呃,这里啊,是,这个,呃,这个, 这个,下海人的,那种的,是鬼,那么,这些啊, 读鬼啊,读鬼啊,就是,不止这些啊,下个等子就是,包括还有很多的,在经文里面没有举出来的啊, 那么一个人,遇到这些,啊,这个灾难的时候,活语啊,活这个字啊, 并不是说,罗刹,独龙,读鬼,同时就遇到,不是如此, 只遇到哪一种,都是叫,呃,有时候遇到,呃, 罗刹了,或者有人遇到独龙了,或者有人遇到这个,呃,哪一种鬼了, 这叫活,活语啊,这叫活,活语啊,那么不管怎么样的,凡是遇到这些一个, 骇人的这个,这些东西啊,这些鬼等等的了,念必观音力, 只要,只要,马上要遇害的人啊,他要知道念观音菩萨, 啊,由观音菩萨啊,这种,这个大的能力,来,来救济,使,就在念的时候,念必观音力,这个,实习不干,还, 对于,这时就是,跟那个念者照应了,呃, 嗯,呃,遇到,要,要被害的时候啊,他遇到,要被害的时候啊,他遇见菩萨, 观音菩萨,这个力量就显出来了,那个,那些这个,害人的一些,呃, 菩萨、杜龙、龟等等,就不敢加害念观音菩萨这个人身上。 下面这一首,遇到那些猛兽来害人的时候, 那么念观音的力量,那个猛兽的灾难也可以消除掉了。 若恶兽围绕,利亚照可不,念必观音菩萨既走无边方。 若恶兽啊,若是这些凶猛的野兽啊。 像老虎、狮子、狼、豺狼啊。 这些都是吃人的猛兽啊。 围绕。 如果有个人走到这个外面呢,遇到这些恶兽来围绕啊,不止一个野兽。 例如说,遇到老虎,可能还有好几只老虎在围绕。 这些猛兽啊。 这些猛兽啊,无论是虎也好,是狼也好,是狮子也好,是狮子也好。 它们都有那个牙齿。 还有这个爪,还有这个爪。 爪,如果说这个爪子呢,一年爪,单独的一年爪。 老虎,狮子,这个,它的那个那个爪子啊,很厉害的。 可不啊,还没有吃人的时候,在周围那个围绕起来,那就是害怕。 那么,这个人,如果知道念观音菩萨的话,他就念观音菩萨。 那,念笔观音,笔就指着观音菩萨那种救灾救难的那种大力量。 笔是指着观音的力量。 那,念笔观音,念笔观音的话,观音就发出那种力量来。 这种力量呢,一发出来的话, 。 计作无边防,那些恶兽啊,他的力啊,他的力照啊,就不起作用了。 计作,计作是觉得那些恶兽啊,非常快的,快走就是离开了。 离开到哪里 吴边坊 吴边坊 这个愈害的人 眼看着很快就被恶兽撕下去了 他这一年观音 观音菩萨施展出的这种力量 那些恶兽 就走到哪里去了 吴边坊 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就有这么不可思议的 这种救灾力量 这两手都说 念离观音离 我们就在这个离上面 要研究一下 观音这个力量啊 比如说观音用很大的这个凶猛的力量啊 把这个罗刹 龙 鬼把它去 把它打败了 让它走了 那个也不是用这个大的这个力量啊 把这个猛手把它赶跑了 不是这样的 观音菩萨施这个离啊 它是慈悲的 慈悲发出的力量啊 比那个武力啊 比那个武力啊 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数啊 你用武力 来想把敌人 想把那些猛兽打败了 那个猛兽还要跟你反抗呢 慈悲的力量啊 让那些鬼 猛兽 受到感化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学了这两条 这个两手机子之后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 明号的时候 当然观世音菩萨就会来应啊 但是在念的时候 我们自信中啊 就要学观音菩萨 学观音菩萨这个慈悲啊 不但在遇到灾难的时候 要学观音菩萨 拿慈悲 来对待这些 罗兽独龙诸鬼 以至于猛兽 我们就是平常 待人接物 我们都要拿一些慈悲啊 来待人啊 那个善人 我们拿慈悲 对待他咋 当然是应该的 就是与着那些恶人 恶得像那个 那种这个恶鬼 猛兽一样的 那么恶劣 我们还是要用慈悲心 来对待他 因为那些恶人 恶得像猛兽一样 想想看 他一世人生的时候 他还想多人生吗 准时就堕落到 这个 这个那个 那个恶兽 那一类之中啊 遭到这个罪业 最深的时候 就要堕落到这个 地狱道去啊 或者是鬼道里去啊 这样一想 我们大家都想 行菩萨道 学 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想救济他 还来不及呢 哪里还想到 这个人可恶 这个人可杀 不会有这个念头起来的 我们只有怜悯他了 替他回向啊 这方面 这就是感化 感化那些恶人呢 他不受感化 但是佛法不可思议的啊 他受到感化 他还不知道呢 这恶心太深了 但是我们自己 诚心诚意的 来替他回向 希望他能够改 就有效 长久时间 但是不能改 给他种种善根 将来他总是有改的时候 所以我们从 这两首寄送里面呢 我们也知道要学 观世音菩萨这个慈悲 我们对待一些人 都要慈悲呀 这个我们修菩萨道 就是自立立他 自立 你时时刻刻的 待人结屋 你去慈悲 那你这个自己 这个 就不会造恶业的 不但不造恶业 而且过去所造的业啊 借着这个慈悲性 在那起作用啊 就业就不会再起来 久而久之 就业就会 一步一步的把它转变 就这两条啊 这个一体万用啊 用处广泛的很啊 下面这一手 你看这个 不像猛 不像这个恶手了 是那个 是那个蛇 这一类的 猿蛇 鸡 腹血 气毒 淫火染 念碧 观影力 寻生自毁之 猿是 这个 是一个 独蛇 很有独的 那种蛇 猿 下面那个蛇 蛇是一个 种种 像那个猿 等等等等 各种蛇啊 都叫做蛇 猿是蛇中的一种 还有这个 福 福是一种 也是蛇啊 也是那个独蛇的一种啊 过去 血路老人讲 福这个蛇啊 方头 这个头是 四方形的 叫做方头蛇 蛇呢 这个 平常啊 很少见 这个 在内地啊 长江 在江南 长江南面呢 可以遇到不少 这一类的 可以遇到不少这一类的 人们在这个 在药店里面呢 有 原来是这个毒药 也很有的 方头蛇 将蛇呢 蛇是 也是 也是在江南有的 前面的服务啊 不限于江南啊 各地方都会遇到了 这些是在 江南 江南比较多啊 别处也有 附近都没有啊 他是这个 这个身体 跟他的 还有这个 尾啊 尾巴了 大概有 三四 寸啊 三寸 四寸 这么长 这是一般性的 但是 那个大鞋子啊 那就多了 大鞋子又 尝到 两尺 他的身体 就像 螃蟹 一样 不过螃蟹 没有尾巴 尾巴 这个一般 现在讲成尾巴了 尾巴 尾与尾 这是 骨印跟金印不同啊 都骨印是多尾啊 现在人都尾啊 那个螃蟹没有尾巴 鞋呢 有尾巴 有腿 长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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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要撤出一个旧的围墙,要把旧的围墙撤出啊。 那就遇到这个大的鞋子。 大鞋子这个毒气一发出来的时候啊, 那个工人一闻到那个毒气啊,头就痛,马上头痛。 其中有工,用这个工具啊,像出头这一类的,就挖出的那种工具啊,把那个大鞋子打死了。 从大鞋子那个放出来的毒气啊,就从那个挖土的那个铁器到上面那个柄啊,一直到上面那个木头的那个把子啊,一般叫把子,叫柄啊。 往上去,就毒上,毒气就冲上来了。 可见那个毒啊,非常厉害的。 如果想要遇到这种大鞋子,这种毒啊,那么这种毒的舌内,无论是缘、缚、缺、斜都有。 不过,不过老师那时候,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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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人或者在场的人 要知道念 国师音菩萨名号的话 读记 自然就消掉了 那就下面这个 念笔观音力 寻圣自会去啊 寻圣 圣是什么呢 神语是念观音菩萨 名号的人 他的声音 再加上 观音菩萨 这个 他是寻圣救古嘛 观音 观是妙观察 音是妙音声 观音菩萨就有一个音声了 这音是妙音声了 寻圣 知 就包含这个 也是 你观音菩萨 把这个人发出来这个声音 观音菩萨 一感音 一感音一样的 音声而来 观音菩萨的妙音 这个两种这个音声呢 就是在寻圣 就是在寻圣这个身子里面 包含呢 在里面呢 这个 寻是 这个字啊 不是当寻找讲 是这个 当这个 这个 一听到的 听到这个声音 就那些读舌 一听到这个声音 自回去 自然的 他就自动的啊 退回去了 包括这个 这个 舌的 身体 他的毒气 自然回去了 害不了 这个 这个 念观音菩萨 明的人 这些 舌 毒舌 放出了 那个 那个气啊 这个经文叫 那个 气毒 我们普通的 就叫做 毒气 这种 毒气 这个经文里面 叫 烟火 然呢 就像 烟火 烧的 那么 这个 猛烈 那谁敢 那谁敢 碰这个烟火啊 那个毒气 也是这样啊 谁也不敢 那个 碰这个 毒气的 那么 观音菩萨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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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的 力量 可以将 那个 毒气啊 回去 一舍 它的 毒气 就回去了 没有了 这个什么道理呢 这就 慈 慈悲的 力量 这个 过去啊 证明 观世音菩萨 这个慈悲 力量 能够 消除 这个 毒气 这个毒气 就像火 有 烟火 那么 厉害 鬼消除的 释迦牟尼佛 过去 有 这个 经历的 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候 跟释迦牟尼佛 学佛的呀 长岁 种之中 前二个五十人 其中有 有个 假设呀 假设不是指的 那个 魔火假设 是另外一个 是 尤路 这个 叫做 尤路 平 罗 假设 尤路 平罗 假设 各位 我国家 叫做 贫沙王 贫沙王的国 贫沙王就 勤勤他做国师啊 地位高得很 释迦牟尼佛 就在他那里 在他那里 借 借 借住一晚上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 这个 假设啊 他说 就是 就是 没办法借没有很多的房屋啊,借给佛陀来住俗啊。 释迦牟说:"没关系,你养的那个毒笼在那里啊, 我暂时借就在那里,住一晚上可以吗?" 如是就答应了。答应之后啊,晚上释迦牟就住在那个, 跟那个毒笼住在一个地方了。 住到一晚上,那个毒笼啊,就碰出这个虎, 就这里讲,烟火啊,就碰出虎的那个, 就是发出虎来了,要烧啊,要烧释迦牟尼佛了。 释迦牟尼佛,这个,就,你这个毒笼吐出这个虎, 佛就用了,你虎,我也有虎来供你,佛说我的三味虎, 虎,三味就是钉了呀,这个钉中发出那个三味虎啊, 把那个毒笼的虎把它降伏住了。 降伏住这个毒笼啊,不甘心。 他又发出那个,碰出那个毒气。 这个毒气比那个,那个虎更厉害了。 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好,你放毒气出来啊。 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不会放毒气的。 放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心中啊, 那个,发出释迦来。 释迦牟尼佛就是啊, 释迦去钉啊,入了钉的时候, 发出那个释的力量出来。 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毒笼啊, 那个毒气啊,化为无有。 化为无有的时候,这个毒笼啊, 很寻服的, 伏在释迦牟尼佛的脚下。 到天明的时候, 那个娱露品价设啊, 娱露品价设啊, 一看啊, 这才知道。 这才知道啊, 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 这种慈悲的力量啊,是了不得的。 所以,到后来, 那么再经过释迦牟尼佛, 来调教这个,这个价设。 后来这价设, 就跟释迦牟尼佛修佛, 成为长岁众。 可见的啊, 一切的毒气啊, 你怎么要相复它呢? 只有那个慈性, 那慈悲性, 才能够相复它。 相复, 也许不恰当, 要感化它。 我们学了这一首集子, 要了解观世音菩萨这种这个慈悲的这个力量啊, 慈性三昧啊。 这个慈性三昧, 可以消除那个毒龙的这个毒气。 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 观世音菩萨早就成佛了, 他当然有这个慈性三昧。 所以我们遇到这些毒气的时候, 念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就是用那个慈悲三昧啊, 来帮助我们消除这些毒气。 如果我们再问, 这里讲的这个, 原舌, 腹血, 这个毒气, 年观世音菩萨, 年观世音菩萨有效, 发出这个慈性三昧来。 但是我们一会呢, 我们现在住在城市里面, 没有遇到这些, 这些毒, 毒蛇等等啊。 但是, 但是, 经文呢, 它是, 只举出某一种, 或是某几种的那个, 那种这个蛇啊, 做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代表。 从这个, 原舌, 浮泻啊, 可以, 推延到各种的, 这种毒气。 各种的毒气, 不只是在这些, 原舌, 这些, 这个毒的, 啊, 舍利之中。 一切的众生, 都有毒气啊, 要知道啊。 我们现在这下, 我们是在人道, 看起来, 人道里面哪有这些, 这些毒气啊, 想到, 我们人哪, 以及其他的, 各, 各类的众生哪, 都有, 见死活。 见死活就是, 说出很多了, 最, 严重的就是, 贪嗔痴啊。 贪嗔痴, 古人讲究叫做, 三毒啊。 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也就这, 读了这, 这一手机子, 想想看, 全世界的人, 哪个人没有见死活啊? 既然都有见死活, 要再说, 哪个人没有毒气啊? 我们现在这下, 别说不说吧, 就是在台湾来讲吧。 遇到哪一类人, 他都有见死活, 都有贪嗔痴, 三毒。 你跟他截图, 你跟他截图, 或者跟他一起办事情。 或者就不是一起办事情, 他办的事情呢, 与你有相关的, 你都是, 你避不了的啊。 工业方面, 造出这个工业的产品。 农业方面的, 生产这个, 农作物。 在这个, 伪证, 古是叫伪证一德。 其实是叫, 你叫伪证一德了, 不能说没有, 少啊。 遇到唯证不一德, 那他就是有毒了。 那就是虽然, 我们不从事政治, 我们也没有, 这个从事农业, 也没有这个, 从事工业。 但是这些, 我们每天都要, 吃饭, 穿衣服。 我们的这些, 都受这个政治在, 给我们呢, 在他的这个, 治理之下, 我们都受影响了。 所以我们一想到, 我们这个, 每一天, 每个时候都, 都有这个, 毒气啊。 那你怎么解决呢? 也不能说,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些制造毒气的人, 不过是在哪一方面, 我们要劝告他, 或者消除, 或者用一种, 我们本身有着发出一种这个大的力量, 制服他, 叫他不要, 不要释放毒气了。 最, 最前进的例子, 那现在遇到了, 那个, 毒对牛肉, 呃, 那个鸡啊, 呃, 有这个, 这个流感, 这都是毒气啊。 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 处理的没办法, 那毒上加毒, 那跟不得了。 从这里, 我们学到, 要有此心三味啊。 我们要平行近期的, 从自己, 把这个心啊, 既然人人都有, 尽死我, 都有, 他人是三毒, 我没有吗? 我有啊。 我有的问题啊, 要想改变人家, 先改变自己。 先改变自己, 就是要学, 这个, 释迦牟尼佛, 学, 观世音菩萨, 用这个, 此心三味啊。 此心三味, 你怎么学起啊? 就是哪个, 慈悲心, 对待一切人。 不管人家怎么样读, 我心里啊, 把这个, 自己的自信中的读啊, 把它降伏下去。 然后啊, 念菩萨的名号, 加上菩萨的这种, 此心三味, 结合我们自信中, 我们真正的, 此心三味, 发不出来啊, 但是有这个, 能够知道, 念观音菩萨这个名号的话, 我们自信中的三味啊, 能够把这个, 三度, 扶, 扶下去, 压扶下去, 这叫复活。 再由, 国世音菩萨这个, 此心三味, 二力加起来, 足以消除, 现在, 不但是台湾, 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 毒, 就能把它消除掉。 这是最根本的。 下面, 这一所记得, 云类古车店, 降报数大雨, 这也可以, 你猪大雨也可以, 念碧观音菩萨, 应是得消散。 云, 大家都知道, 天上的这个云, 雷, 谷, 这个云是啊, 就不是普通的云, 天际前的时候有时候有云嘛, 这个云呢, 就要下大雨的时候, 天空, 这个出现那个, 那个黑云, 叫做这个, 那种云。 那么云起来之后, 结果就是有雨了, 下雨之前呢, 有雷鼓, 雷鼓就是打雷的那种音声, 撤电呢, 就是闪电, 有雷有电。 那么这些现象出来了, 降报, 爆是那个, 我们现在一般叫那个, 冰炮啊, 就是讲这个, 那个不是普通的, 这个, 冰炮。 那血流老人那时候讲的, 就是, 那这个冰球啊, 球是那个, 原面的很大的那个, 不是普通的那个小的冰炮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 就像石头那么大, 很多的啊, 叫那这个, 这个, 叫这个爆, 树大雨, 树这个就是啊, 那个冰炮啊, 冰球啊, 就像, 从天空里面, 倒下来的, 过去, 一般人叫做, 先生说那个雨啊, 很大的啊, 青盆大雨, 青盆大雨, 把这个喷子啊, 比喻着天空, 也就是把天空, 比喻着一个喷子, 把水喷着呢, 倒下来, 那天空里面, 那个, 那个大这个, 冰炮啊, 就像水, 往下倒一样的, 这叫, 这叫猪, 就是灌猪下来, 所以这个字啊, 也可以读猪, 那么也可以读书, 读书啊,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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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意思, 意思是一样的, 也是灌猪下来, 大雨, 大雨就是像, 青盆儿下, 就是渡下来的, 这个, 过去, 就是, 老师在这个, 这个山东的时候啊, 那时军阀, 这个作乱, 就出现过这个, 这个, 大的这个, 冰暴, 那个冰暴, 一下下来的时候啊, 在山东, 屈服那个地方, 很多大树啊, 都被这个冰暴, 把它毁掉了, 只有, 孔庙的那些树啊, 没毁, 这是, 修罗老人, 当, 当年在, 在, 在, 在山东, 遇到这样的现象, 孔庙的大树没消灰, 圣人所在的地方, 他就有那种, 这种慈悲的这个, 这个力量, 可以把那些灾害免除啊, 由这里可以知道, 经文想, 念力, 光阴力啊, 我们遇到这样那些, 这些灾害的时候啊, 我们知道念光阴菩萨, 光阴菩萨那种, 这个慈悲的, 慈性三昧的力量, 就能使那种灾害, 消散, 隐时啊, 隐时啊, 隐时, 你在念光阴菩萨名号那个时候, 当时, 这些灾害就消散了, 到这里为止, 都是讲的那些, 世间人所常见的那种灾难, 能消灾难就是, 有慈悲的力量在, 能够把它消除的, 慈悲, 我们念光阴菩萨, 我们自行中的慈悲啊, 就发出来的, 慈悲是从这个, 本性里面起来的, 我们常常, 为了要这个, 避免世间这些灾难, 消除这些灾难呢, 我们念光阴菩萨, 慈性中就起, 这个慈性, 起慈性呢, 开始后是这个, 福烦恼, 福烦恼, 慈性就起, 起作用了, 久而久之啊, 烦恼由福而断, 就能征固, 所以这些讲, 虽然是, 世间灾难啊, 你好好往里学, 就凭这个就能够征固, 就能解决生死问题, 这个, 到后面再继续, 再讲。 我们今天, 就演员到这里为止。